去钱中到节度使驻地 你放心 为你父亲 及一众贱难节度使将是翻案的事 是我父亲的遗愿 我不会置之不管 只是 此事牵涉甚广 还需谨慎筹谋 否则即便有父亲留下的证据 也很难一举得胜 另外 若不将节度使 军营中的事情查清楚 我们恐怕很难 平安回到长安 我明白 我全听王爷的 可是 那节度使驻地 舌背特别森严 听说 连只鸟 连条蛇都没法靠近 有什么人敢在他们那儿声势呢 据冷将军写给冷月的信众所言 近日节度使军中 有数名将士 接连无故发狂 有的甚至无故自杀神亡 短短数日 军中已是谣言四起 人心惶惶 什么谣言 有谣言说是 邪碎 邪碎 节度使冷沛山 也就是冷月的祖父 希望我杰克动身 前去驱除邪碎 这世上哪有什么邪碎啊 据说无依大叔造的那个鬼宅 被镇上的人传得可神了 还不是就被风吹的 这世上要是真的有邪碎 那我们武座还验个什么劲啊 王爷 你真的相信这世上有害人的邪碎啊 子不与怪力乱神 这所谓的邪碎 不过都是人的心邪做怪罢 不过 节度使是朝天镇守西南的重兵 一旦生乱 遭殃的 还是生活在西南的百姓 此事来得甚是蹊跷 所以无论是闹鬼 还是闹人 我们都必须先将此事查清楚 才能返京 筹谋方案一事 将军 前州刺事府周围的百姓说 是节度使士兵干的 末将不敢用半点许言 知道了 将军 那些难道真的是冷将军派的人吗 冷将军的为人咱们都清楚 他怎么可能和李章这样的人 同流合污呢 我弟弟为人我清楚 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现在什么都还不明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等回应查探后才能知道 回去歇着吧 明日一早 要启程回去了 是 还是王爷想了周到 可是 那李刺史要怎么处置呢 李章四入铜钱的嘴 虽然已是板上钉钉 但他背后的主魔还没有落我 不知背后还有多少前者 所以暂时 还不能对他定罪量刑 如今他已神志迷乱 言行无证 不便积押于官府之中 我也请兄长安排人手 将他暗中关押 带到水落石出的时候 再做处置 他也算罪有应得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王爷你放心 有我们楚家在 我爹一定会把 巫医大叔的遗体 好好保管的 未免楚家人受牵连 我会安排人手 妥善安排楚家 去安全的地方暂避 也方便将我父亲的遗体 交由楚家保管 只是这一次 我恐怕无法兑现 对你的承诺了 承诺 什么承诺 我曾承诺你 会照顾你一世周全 那 你是反悔了 不是 当然不是 那你是 楚楚 我本敢先安排你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暂避一阵 或者先安排你回长安 但这一次 你父亲的事尚未翻案 若让人察觉你的身份 恐怕会有杀身之祸 但此次军中的事情 甚是蹊跷 恐怕也是危机重重 权衡之下 我不得不让你 随我去涉险 王爷 你是要让我 一起去军营 这一趟 恐怕 恐怕十分凶险 你若不 你一笑 你一笑 这一秒 借我一生 来守候 只为你 牵挂这此生 为了 人为了 情为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 能借我一生 来 依靠 王爷 我还以为 你是后悔 跟我在一起了呢 什么 凶险不凶险的 我不怕 而且我们在山洞里 说好的 往后余生 不管遇到什么 都一起面对 你堂堂安郡王 绝不能言而无信 你 处处 那日在山洞里 我的言行 确实有时磊落 有成人之危之险 原本应该再慎重地问你一次 但我又想 如果再问你一次 你又要说不愿 我说话算话的 我说了愿意 就不会反悔了 楚楚 我自知我从来不是一个 讨人喜欢的人 我于女子而言 绝非良配 总想着 你现在时的人还少 但为你父亲翻了案 成为名副其实的 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世代忠良的女子 见识了朝安诸多 风流倜傥的王孙公子 厌烦我都来不及 怎么还会觉得我稀罕 我又不舍得 让你去爱慕旁人 便积极地向你表明心悸 想要逼你给我回应 我这些龌龊的心思 现在全都向你坦白 你若要反我 你一笑这一楼 这一楼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着此生为余 我才不喜欢什么王公子孙公子的 我就喜欢你 王爷 你放心 就算你问我多少遍 我都会告诉你 我愿意 能借我一生来一遍 我于那月老书上吸了红绳 发了愿 他们总说 那棵树特别灵 但我还是信不过这些 我想再轻耳听你回答我一次 你可愿见我为妻 你走进我余生时光 成熟我余生所有的希望 我愿你 如清风海棠 共度一生 看寒来疏我 每一次信仰 每一次回望在身旁 楚楚 爹 我来了 回来 我来 回来 这一年 我去回来 我来 念不险